大家好,我叫丁耀文,可以叫我做丁丁17岁今年的DSE考生 這幅畫其實是當時很小時候沒什麼意識 在手機看到,Never give up這個詞語 不知後今晚看到這幅牆是白色 覺得應該要添加一些色彩,我就畫了上去 當不開心的時候就摸一下這幅牆 這幅牆永遠可以找到自己心裏的答案 不知後就提醒自己 雖然有難關的時候,都希望不要放棄 永遠都可以奮鬥下去,總會找到出口 因為疫情可能會相對是一個新的體驗 因為在家上課,又沒有了一些科學活動 就變成在家裡,是有點無聊 覺得好像很抑鬱的狀態 如果面對一幅白色的牆 會覺得真的好像人生沒有什麼色彩 只有黑白 但如果加了一些鼓勵的勇氣 整個人當時很不開心的時候 都可以看一看自己親手畫的一幅 就會覺得特別有意 記得在疫情初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家裡是非常缺口罩的 因為那時候爆發的時候 沒什麼留意到,只是買了一盒 然後那一盒只有二十個或三十幾個 但家人又要上學、上班 那時候真的只剩下一兩個左右 那天在SOCO,師姑娘很好 那天派了物資,派了幾把口罩給我們 那時候真的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